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是小小小,上一部影片有說過 這一集的網友投稿的話 我要找全部都是影片的 對,沒錯 這一次呢,全部都是影片 其中只有一名是相片 但是呢,這個相片我個人是覺得 事情是蠻豐富的 如果你有拍到一些靈異影片、照片 或者是你有特殊功能的話 歡迎投稿到這一個信箱 那我們今天開始進入我們的主題 首先是我們的第七名 武術自拍 網友也好,我是一個來自中國內地的粉絲 平常晚上喜歡看一些靈異的東西 這是一個網友上完網課後 提交的武術作業視頻經過曝光處理 注意看玻璃門後有一個黑影的頭出現 不知道是小偷還是靈異事件 反正給我的感覺挺毛的 看你的視頻去了 掰掰 Good luck 欸,就像沒了 播放一下 玻璃門後面你有沒有看到嗎 一個人的影子探頭 過去 不然說回去 這人的話應該也不會有這麼不科學的舉動啊 第六名 天使路過 這是我12月18號下午在我上班的地方監視器拍到的畫面 像是天使的飛行物頻道不知道是什麼 隔天我家人請師傅處理 師傅說這是搖 但我不清楚這是什麼樣的搖 師傅說這是搖 你真實嗎?師傅 我覺得這個東西 然後把他按按鈕 然後就可以看到他姿子變廢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啦 但是 比較好奇 哪一家 接著是我們第五名的信件 鬼故事探險 這張照片是好幾年前 這名鬼故事探險團 當中攝影師所拍的 是照片中 左邊那個穿黑白條紋戴帽子的男生 過程中有發生幾件比較毛的事情 故事如下 我們當天去的是廢棄醫院 我記得它蹤廊很長 左右兩邊 除了看得到外面的中庭之外 還有一間廁所 我們也有團的人 大膽地跑進那個廁所裡面拍照 說也奇怪 拍照當下 有人突然聽到水龍頭轉的聲音 甚至 還有人說聽到了水流聲 不過當時 人家並沒有多想 便繼續往下探險 隔沒多久 我們回去 又經過那個廁所的時候 我很不幸邪推了那個廁所門一把 似乎有一個反作用力 把廁所的門給推了回來 當時大家都嚇了一跳 默默地不敢吭聲 迅速地趕快離開這間廢棄醫院 直到回去之後 攝影師傳照片上群組 我們才發現 照片中的異樣 就在我的左邊那扇門 有站著一個 臉色慘敗的人 重點是 跟當天所有的團員 聯隊之後 並沒有一個人 跟他的服裝 一發行 是一模一樣 那之前好像有曾經鬧得沸沸 你們可以看到他有上了新聞 但是我覺得這個照片 你們看右邊的這兩個人 其實他的輪廓也是有點顯得長綠長綠的 只是他距離攝影機比較近 燈光還有微微的打到 再更後面就會像那個人一樣這麼黑 不知道是不是攝影機的WIN 可是他也都說了 當下畢竟是沒有這個像的人 讓我想到了當時我鬼影實錄 第一集的時候 遇到一群高中生也是拍到一些 蠻酷的畫面 人家的後面多一個影子 甚至是後面有多一顆人頭的感覺 當時真的是覺得非常的酷 蠻推薦大家去看一下內部 最後就是看我們的第四名 車門自動關閉 我們現在看一下他講 網紅你好 復健是11月17號 早上5點20幾分 我家的檢視器畫面 當天有請老師來做法 因為我們要把祖先的神助牌 放到南投安置 畫面是 我把祖先牌 進車內的前三分鐘左右 當時想說先把我媽的包包放在後座 這樣待會可以直接出發 然而就在我放完包包之後 駕駛座的門 卻自己關了起來 我確定當時是沒有封的 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 就調出了這一段 檢視器畫面 3.1 1.2 1.2 1.2 2.2 2.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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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2 先撇開這個新件 常理會認為說 會不會是駕駛座由司機把門 拉起來 是吧 但是你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當他把包包丟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們可以從鏡子裡面看到 他的手跟包包是可以透過車子的玻璃看到的 而透過車子的玻璃呢 你們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其實前座是只有一個疑症 這一點就讓我排除人的疑慮 至於車門自己為什麼會關閉 你自己開車是沒有遇過我 會把我車門自己關起來的風 對 除非是 第三名 運箱自動關閉 觀眾朋友你好 這是我們高中宿舍的監視器所拍下的畫面 影片中的人是射尖 那是因為有人 音量掉在地上 我覺得不對勁 所以才來掉監視 結果就發現了這個片段 片段中 冰箱的門很明顯自己打開了 而且射射尼離開了14秒 說是風吹的 我個人不太相信 而且風也不至於軟 冰箱吹它打開來 好 我要開車 哇 你 開車了 你打開 不要 短短六秒鐘 太可能只有會有人走過去把它擋開了 而且就算是有人的話 畫面上面有縮腳的反光 應該也有 還是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難解釋的 接著看我們的第二名 自動盪鞦 這段視頻那時候 馬來西亞的朋友分享給我的 我不確定是真是假 那個盪鞦不停的擺盪 也沒有人在推那個鞦 希望聽聽看你怎麼想這個影片 好 好 一半 是一個蠻整的 秋千一開始的時候 擺盪的幅度是大於旁邊這兩根鐵的 鐵在這他可能已經到這了 可是呢到影片的後期 擺盪的力道並沒有超過那根鐵 也就是說他的力道是漸弱的 至於說有人去推他或者是風吹的 覺得有可能真的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講 自然界其實有一個現象叫做共振的現象 兩個東西的頻率只要相對上 就會產生共振 我家裡的狗對著門口叫 剛好就是在狗狗跟門口的中間 結果他叫沒多久之後 我們聲音就突然自己 爽 後來我就想到說 也有那種人可以用歌聲把玻璃杯震碎的現象 當時我就跟我媽講了這個現象 都沒五秒 看到我媽就是那個 WOWOWOW 對 不懂 接著呢是我們最後的第一名 他的名字叫做產業道路 這個影片我個人覺得如果他是真的的話 真的非常的恐怖 極有可能登上那種世界第一影片之一 都說給你們看一下 暗網狗這個是嘉義中府縣產業道路拍到的 可以請高聲解答嗎 雖然看起來很假 但這麼暗的還會有誰在三餐遊蕩 這就是那個大約 那種人的報道 哪顆 也知道 那種人的報道 黑 三餐遊蕩 那麼大約 아빠 Angst 我心裡想要 酷 很多人的報道 也知道 我希望讓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鼓勵大家要以理性科學的方式去看這些事情 千萬不要迷信 以免影響自己的心情 同一方面如果你有拍到臉書的臉書 或者是你有特殊公明的話 也可以寄到我的臉書 所以我知道我 我這樣的說法很矛盾 我自己知道 那我們今天往投稿以前就知道 如果喜歡我的圖平台的話可以在旁邊 當然喜歡 謝謝老師網狗 下次見啦 Bye 好